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神是我们讲的 前排的鼓笑没有了 跌到万五点了 前排大升的时候 大家二万二千点 好看路了 谁知道 现在上网三万点 谁知道上网三万点的时候 过程都不同了 广东也是说我们伟大的灯神 嘟山 大家都见到 嘟山经常说 喂 细妈 说两句了 传说中的细妈 细妈其实你都是比较滑仔 少在荧幕前面出现的 近几年都少了很多的 其实之前都 在早期的时候都多的 风亚烧烧烧的事 哦 风亚烧烧 即是你一集都在吗 都坐了很多集的 当时是不是你和Matthew 坐在旁边 最初是你和阿近 阿近你 然后还有其他嘉宾 当时是一树 是吗 都有的 当时你坐在身边 但当时你不多 他说话 是 其实都没有什么话要说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听萧生的 是 就是在旁边 其实萧生说他为主 你们为什么要在旁边 没有 那他有时候多些人 可能多些人插发嘴 有多些人 多些东西说一下 或者看看有没有什么引起他 引起他的兴趣 然后去说一些其他东西 哦 那另外 接着你还有什么节目有出现过 还有 《破地獄》 哦 那时他还有Sohu 还有Ben 是的 是的 接着呢 他还有没有 接着他跟赵博 他有做过一轮 做什么节目那时候 那个叫做什么 《周末召集》 哦 《周末召集》 是的 哦 那么 世默 今天你上到来 当然 我们先讲一下 那个古笑先 虽然我都说现在四大灯神 不是说他萧生了 他今次 一个叫沈大师 一个叫汤文亮 一个叫汪东敬 还有一个叫李根兴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他四个 沈大师那些你应该有 有没有跟他买股 股票这些其实是好几年 不是 早几年都有买的 但是 当然其实之前赢了很多 赢了很多钱 咦 两次买是什么 是萧生给那些号码还是怎么样 那当然不关他事的 那都是 就是你自己去研究 是的 又萧生这么喜欢炒股 你不问他你自己研究 那些东西就不好看了 是不是 就是这些很复杂的 就是有时候都是要靠自己去看的 当然就是 就是经济差的时候 其实买什么都是死的了 做几年了 那你最近没有收拾到 就是他前排升的时候 唉 原先以为会收拾一些 结果就是一场空 就是到这两天他跌回的时候 就一场空了 是的 没错 都好啊 就是不是先大虚吧 是 因为要事记已经之前虚了 那只不过是 看看可不可以翻家乡 那差不多 基本上其实都说 是要事记已经当虚了 那其实就已经是要忘记过去 这样看看 只要是等他输得没那么多的时候去沽的 现在都是 但是阿世妈你不用怕了 听沈大师说 他上年就是上年年底会四万点 后来就是今年年底 后来改革就下年年底了 如果你听沈大师说 他前排 就是当港股 就是大升的时候 上年就跌了一点点 他说放心这段时间 就会二万二千至二万三千点之间上落 为什么大日一升 就升了二万三千二百点 然后再下落一跌的时候就跌穿 就是二万一 就是二万零 就是七百几点 就是完全错了 沈大师当然你今次他买对面 好像今晚 就是中国队印尼差不多 你买中国队的对面 都不死得他多少 我们先看看今天那个股市的状况先 先看看恒新指数 星期六大陆财政部 就是开几招打算出招 又说是否二万一三万一 究竟法国债会发几大规模呢 最后就是说我们的赤字 还可以有上升空间的 总之我们开出很多招 继续扔很多钱 就是扔多少钱 到现在都还没说 不知道等到年底 你开了这个经济会议 他才肯说 结果 那个星期六的记招 雷声大 就雨点少 想着星期六开 不是平日开 股市不会大受影响 就是比一天几消化 昨天恒新指数最高峰跌五百多 但最后跌百多点 想着 真是比他成功了 星期六先开 那个记销 怎么知道记销没了 股市健康不大 谁知道星期一不大跌 星期二都是大跌 今天都算 曾经就差一点 跌穿二万一百点 随时跌穿二万点 收市就二万三百一十八点 跌了七百七十四点 这个恒新指数 再看上证指数 上证前回大升的时候 那些股民 甚至说我们上网是一万点 有些说一万点 看看四千多点 结果今天都紧紧紧紧紧紧紧 守住 差不多最低位 收市 紧紧守住三千二百点 不用怕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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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我经常都说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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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谈得那群恋爱 在工厂大厦里面 有些诈骗 他的集团 找到顾问 Mona Steffi 等等 有些人看着你 有些道具组 有些智囊 帮你教你 如何骗人 骗人钱 整个集团 好了 那我说 这些跨掌 有些内力 猜不到 真的 香港真的有 红磡公下 变KK乐园 跨境诈骗中心 拘捕了二十七个人 涉管三点六亿 部份人是高学历的 有些大学去学位 首先 简单去说一下 星岛 就形容为港版的 孤主一集 但是电影 我就没有看 就是骗人的 说里面 有不同的部门 这个集团 有不同的分工 这个就负责 联络人 这个就负责 做这些道具 比如说 要弄一支 红酒出来 然后他弄 然后你拍照 放在你的IG 或者有些是做军事 好了 他说有不同的部门 进行不同的诈骗工序 第一 提供专业的培训 大家都在那里 我认识一纳 一纳一纳 什么都会培训你 才教你怎么骗人 帮他塑造 人物特色性格 有些故事 让他觉得似真 其实 你骗人也不容易 他教你怎么骗 第二 制作训练手冊 还有训练手冊 还有天书看 不记得可以参考 第三 那些稿 给你行人专人 他写稿 今天 这个小妈 骗一个六十岁的大妈 那个人 就继续 那个大妈 之前就做银行的人 给你那些稿 写定 你就怎么跟他 对答 还有些 教你们掌 专门抓一篇俗语 和抓一篇技巧 总之 骗到他的心 不要紧 骗到他的金 才是最重要 报道集被捕人士当中 不少拥有高学历 甚至是大学毕业 他都有 用高下的单位 因为掩人他耳目 来自没有鬼 就不舍得人的 等于不是张天库 他去举报 Staffy的集团 都不会被他人堵破 在电影里面 真人都一样 如果不是有鬼 你就近看门面 设计看装修 基本和普通办公室 没有分别 为什么会被人 踢爆 呢 刚才说了 分工 和一些IT的专才 教你 和会搭建一些 虚拟的加密币 投资平台 等你入钱下去 然后 入了钱 那些钱 别人就在那里接收 你的钱 总之也会有一些军司 会帮你 教你 如何在你的性格 你的外形 职业 学历 吸引 人落答 总之会 不断的教路 还有些费 我们再看下一张 费 谈一场恋爱 这样就中招 我们看回 刚才第一张图 小妈 看回第一张图 第一张图 他就说了 这个叫做 我们可不可以放大一些 男聊女流情框架 如果你要聊女士 他如何去教育 你也要拼他出来 小狸 你也知道我会说这件事 那这个 这个 果然 小妈以前是帮 邵先生帮 帮神 什么神我不说 就是找资料 好了 我给你都放大了 好了 这个男聊女流情关架 今晚都可以开启 开启给我 我要学习 你不用怎么学 你都非常有吸引力 不行的 就是骗人的东西 要学的 是吧 好了 最重要的是真心 真心 还有吹水的东西 除了问阿啤 你肯你学之外 都要学一下他这些东西 好了 当天认识 真爱粉等等 要搞清目的 除了精分 有些可能只要找一个 长期的对象 就是先交友 一些朋友 好闷 好闷 就是想认识到一些朋友 他说当天 就是第一天 接触到对方的社交平台的时候 要了解基本信息 包括第一地区 还有包装 比如说 我自住在清河村的 因为就是你家里 你都长大 免得了 那些资料有误了 比如来住清河村 说自己住在长洲 但对长洲完全不认识 有什么船进去都不知道 很容易被人踢爆 第二 有需要的时候 就是语音 让他听到你的声音 就是真实一点 是 偶尔中还在拍照 你会假装 像真人一些 有些即时性 有些多不同的东西 你会觉得像一个 跟真人交往 但是我之前 比如在Telegram 也好 WhatsApp 都收到一些很久没有见的朋友 就WhatsApp 甚至还有他的语音 真的是他的声音 当然 我们都知道 其实是他们用一些AI 即是 因为知道你的声音 就把声音 走来骗人 其实他的户口 应该就被人 吃了进去 然后就出这些资料 好了 这个教练有时候 要语音 人物要比较真实 有时候见一下 那些照片 当年那个未必是你的照片 即是等于 可能你就拿了 苏豪那些照片 就白是你 是吧 其实未必是用他的照片 即是有时候他们 可能 我记得他有说过 有一个桥段 解释他们下班的时候 回家吃个杯面 那你就拍一张杯面的照片 即是 扮到好像真人 在做那样东西 你觉得他真的 跟即时真人交往 即是有时候可能 你总之是 加一些不同的照片 或者不同的 不同的情景 你会觉得像一个真人 这样去沟通 这样 会容易令人相信一点 即好像我现在喝这瓶 那些啤梨 你经常推介青森之土 一白 你都可以试一下他喝 即是这样 又拍照 上网 扮一下 即是说 有个好东西 享受 今天和别人分享 和别人分享 这个酒喝 我将来喝到 你试一下快点 好了 也都说 有什么家庭信员 例如阿爸 阿妈是否健在 有没有兄弟姊妹 根据客户的年龄 比如对方是女士 你说带对方 三至六年之间 都可以的 总之 你要被客户 会信任你 依赖你 然后第三 工作信息 不需要对你的行业 有多少了解 不过是说一些 专业的术语 可能你是做IT 就是说IT术语 或者好像以前 我经常看那些 左膠的评论文章 他没有写什么大道理 但有时就做一些terms 做一些不知 佛洛伊德 曼德思构 找一些名字 答够你 你以为 这是学者 真是 好有学识 评论文章 我完全都不知 他想表达什么意思 厉害 类似是这样 然后 要一些兴趣 嗜好 譬如嗜好 不是随便说 你喜欢什么嗜好 我喜欢踢球 不是这些 高级一点 好像老师 品一下酒 吃一下雪茄 他这个教你 自己去百度 去加强一下小知识 他要八度 Google不行吗 八度 然后最好 要有车 有楼 层楼在哪里 或者有多少层 有多少大 多少钱 等等 车开了多久 和性格 最好 就是 他有时 基本上 平时 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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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服务 要工作 所以 呼OOK riz várias 包括怎樣跟對方去聊天 例如你今天吃飯了沒有 你今天天氣冷 穿多件衣服 關心他多些 有空去虛寒問暖 看著他 引導到一些人 尤其是寂寞的心很容易落淡 然後第二次講講一下 就分享你最近做不到 最近都挺好 最近都吃蠔了 你之前就是鋸豬肉 就鋸牛肉 是呀 我最近賺到一些錢 咦 你怎樣賺錢 你免得講太多 你都未必明白你加密幣 你知不知道是甚麼 慢慢就引對方落打 總之他整個天書 那些手冊 全部都是他教你 不知阿細麥你現在下載了下來 不知你是否想學 好了 阿細麥其實這個 老實講 我覺得其實都是很老身常談 其實某程度上 你要哄人落答 某程度上 第一樣你都是 好像裝得很friendly 裝得自己沒有攻擊性 順利認識朋友 關心一下他 一步一步慢慢引他 引他去信任你 尤其是建立信任 他信任你 覺得你是一個沒有惡意人 如果你太深 一來到就馬上跟他講錢 那些東西的話 他就覺得你個人是有居心 即要慢慢部署 是的 其實這件事是要時間去浸 你要做一個 扮一個很關心人的人 他會覺得你真是可以信得過 然後大家會越講越多 他就會建立你和他之間的信任 當他完全信了 覺得你一個可靠的人 其實你就會 那個人就會任人如玉 即是你叫他入錢 又要入 叫他做些什麼 他都會跟隨他去做 這些騙錢的程式 受害者除了來自香港之外 甚至大馬 新加坡都不出奇 即是別人的基督樂園 都不只是騙回 搞毛債 緬甸那些人 你遠在台灣 你遠在大陸 你遠在香港 都很多人不是會 他還會知道 所以你都會說到他的世界 反而跨境 其實他會覺得更加安全 更加難去追查那個人 就是 受害者是在其他地方 是的 你抓我一批 是吧 不過這樣 之前都見 例如有些 你可能很學生 二十幾歲 都要百多萬 幾十萬被人騙 關注這個 阿姐 六十七十歲 有成幾千萬 甚至有些 過億被人騙 你想想這次 都最少騙了 三億六千萬 小媽 我想問 就問一下你 譬如你 或者你家人 有沒有遇過這些騙案 其實呢 我自己都有遇過 不過就不是這些 我見這個 講的那些個案 其實很多次都是關於感情 其實我之前 幾年前 就收過一些訊息 就跟我說 就是可能網上去做些part time 那些這樣的事情 先出一圖 網上做part time 這些都很多 即有時候會收到一天很多 說這裡又說 不知道你去這個賭錢 我們會送一些籌碼給你 一點擊 你一貪它 隨時你又去拿東西 接著這裡又說 投資什麼加密幣 那裡又去哪裡去驗身 你貪它便宜 他送給你做驗身 你上到你就知道他拿東西 那你這個是怎樣 這個其實他就是 他騙我 說介紹我一些什麼 兼職工作 其實貪得著 就可以問一下他 試一下是什麼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有一個網站的平台 就是幫他點擊 就是提升一些數據 簡單來說 就是幫人壓流量 那些東西 我所理解是這樣 我覺得 都可以看一下 是否真是假 所以我去聊他 去有福他這樣 那其實他是什麼功能 沒有啊 其實他寫了網址給我 就是一個很奇怪的平台 就是你按下去的網址 有啊有啊 當然我覺得按下去 你不入什麼資料 都覺得沒事的 那我就試一下 它究竟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底細 按下去就有個很奇怪的平台 我都不 平台的時候其實就是 類似是 好像forum那些東西 他就會有些任務 給你做的 其實他應該有個流程 就叫你 教你怎樣 你要入錢下去 然後就說不知什麼 然後按那個時候 他就告訴你 你的銀 他會發訊息告訴你 你的戶口就是 不知由一千元 就變成有一萬元 或者這樣 按幾個按鈕就可以了 對 升好幾倍 他就說你完成任務 然後就是有 不知可以有 將你的戶口的帳目 可能有幾倍這樣去倍增這樣 然後過一段時間 他就有另一個任務 就跟你說 你不知道什麼 錯失了任務 然後後來就把你的戶口的數目 就由 又不知道可能有一整晚 然後突然一下子 變成負一百這樣 然後他就提你 噢 這樣的情況 就是可能你 你不知道什麼 有損失了 你要找我回到錢 才可以再玩這樣 然後關同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說 噢 你第一次的時候 他就會幫你 他就說 我會幫你入錢的 你就不用自己入錢的 因為你第一次伸手 就不懂 然後他就會示範你 怎樣去入錢 那時候入錢的時候 我都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呢 他入錢的渠道 你要傳到他那個 什麼事的客戶那裡 然後他就給你一個 人名的戶口 然後他就說 你要幾分鐘內進去 過了幾分鐘之內 過了幾分鐘之內 過了的話他就會再給你另一個 這樣 然後我一次就想試一下 然後他就說 我又假裝了 好像入不錢 究竟會不會有什麼 結果呢 其實他那幾分鐘後 他就真的跟我說 你這麼久都處理不到 我幫你已經搞定了 然後他叫我按個戶口 然後戶口 然後戶口就突然 突然有負100 突然又有 不知道 有1000 是 那你有沒有丟過錢下去 當然啦 其實我也是很小心 人家叫我丟錢 那我就馬上不玩了 是 所以我就是沒有丟錢下去 總之你當時戶口 你有1000元 是的 總之他就是 戶口就不停地跟他說 你有多少錢 可以換到不知道多少錢出來 是 但是後來 我應該玩了兩日 還是三日 然後後來 玩了那麼久 那麼有空呢 沒有啊 那時候也是 在工作的時候 有點無聊的 就去玩一下 你老闆真的沒有請錯人 然後就是被老闆發現 我就覺得 不可以再玩下去了 所以 我就跟他說 我已經玩了兩天 但是你現在還是只有 不知道 只有幾百元 那我就覺得 我太少錢了 下張了 就是 這個其實應該就是 都是 類似是那時候 那些戶口 就是說 究竟他不知道有多少錢 就說 突然之間就變成了 一萬元 那些東西 就是總之 就是有萬多元的對報酬 是的 根據他的這張圖 是的 之後後來 過了幾天 其實我就覺得 過了那麼久 都搞了太久的時間 但是我就覺得 太 就是我覺得不耐煩 然後就跟他說 跟你做了那麼久的事情 然後就跟他說 有多久 兩三天而已 每天 你不記得一個小時 他聲稱就說 不知一個小時 不是 聲稱一日有四百多元 不知一日還是一個小時 我忘記了最初的價錢 總之他跟他說 很快就可以賺到很多錢 然後我跟他說 已經做了兩天 現在還不知道 只有幾百元 那你是不是騙我 然後我為了心急追他 然後他當然就是 追回那個詐騙集團 你真厲害 跟他說計算 其實我之前的帳戶 有1000變成一萬多元 其實不知道多了幾倍 然後他說 你是不是吃水 吃得那麼深 你應該要給我多一點錢 是 然後他回覆完我的圖 然後他就沒有再找我 嗯 就是這裡 他沒有再找你 是 後來我猜 因為太心急了 他就覺得我 可能釋穿了他 或者是不知怎樣 是 覺得算了 放棄這個 放棄這個 找個第二角色 那他也不是傻 你要他進回錢 錢給你 你事實上有沒有賺到 事實上是沒有賺 但其實他也是有 浪費了時間 有些人其實是會賺好錢 當然了 可能他覺得你真的 真的 他覺得你有機會 可能會算你落財 他就真的會給你 給你一些甜口 讓你真的試一下賺到錢 那他就 你是不是有朋友試過 我有朋友試過 賺多少錢 他好像也有 一百幾十元 那樣 就是是不是都 通常都有 你按一下 按個like 就是在這個產品 按個like 或者留言 譬如那個產品 可能是叫做啤梨 你要留言說 啤梨很帥仔 你給個like 可能就有二十元 留完 讓你真的很帥仔 有三十元 讓你真的很帥仔 又怎樣 有四十元 那些錢好像很容易賺 好了 做了之後 初初 你真的做了 給了幾十元 然後 後來 又說 你想拿回那些錢 這裏 你有三千元 要先入贏一些錢 來這裏 然後你就中招了 某種程度上 他就示範給你看 當你付了錢的時候 你要入錢 再去 去active 你的帳戶 那實際 那個步驟 他第一次就告訴你 其實你知道小心的時候 就不會付數的 但是你就 你要自己看著 第一次就告訴你 你付數的時候 你不能再去玩 然後要自己入錢 教會你怎樣去入錢 其實就是整個流程 讓你去知道 扮到你好像 真的會有賺錢 會是錢 覺得你像是一個真平 但是 那時候 他給我那個時候 那個網上 我覺得實在太過 那些事情實在太過 太過山寨 就是太流 就是做得不夠認真 那個假假網站 就是騙徒要認真 就像人家這樣 有集團 在空下 有智囊舉報袋 有手冊 有每天對答的廣告 好像之前有我的朋友叫方 就是有 你不認識他 叫方哥 打人不理 他一次跟我說 喂 有送公介紹 我怎樣介紹 這份公 你來到 每按一個按鈕 那個連結就有20元 我試過這麼高 我說真的有20元 他給我 我說 這些不是網上騙我 我說 謝謝 謝謝你 有好事都聖一下 那些朋友 不過這樣 我連按個按鈕都懶 這些不要遇我了 除了你這件事之外 其實 另一個就是類似這個集團 其實就是關於感情那些 感情 你也總之說 感情 這個就是我媽的朋友 我聽我媽說的 事源就是 我媽就跟我說 她的朋友問她借錢 然後她問她為何要借錢 然後她就說 她說我朋友跟她說 就說 認識了一個不知外地的男朋友 這樣 然後想想 你朋友這樣的年紀 還有男朋友 即是跟你媽媽 參與她的男朋友 是啊 愛地男朋友 一個多少歲 忘記她 她不怎樣形容 即是跟她說 總之是有錢人 即是跟她說 在外國可能有些意外 就叫她周知不知道幾千人民幣 這樣 這樣 林葵主 她是有錢人 有錢人 反而要問你 你媽的朋友 她借錢 當然她就是 她說她是有錢人 但是在外地 遇到一些意外 就跟你 認識了一段時間 哄了一段時間 然後覺得 真的很好 可能覺得 跟她建立了信任 然後就開始 問她拿錢 就告訴她有些什麼意外 然後就剛巧 可能 剛巧在外地 可能有些錢 可能不知道怎樣 我忘記那個什麼故事 大總 一聽就很無契 首先 我覺得 你媽媽朋友 有沒有發現破綻 她是外國人 為什麼需要退人民幣 是否美國人 她那時候是說 好像美國人 不知道是否美國王子 還是有錢 美國王子 美國有王室 美國王子 你王子 我知道 你美國王子 那些大陸人 不是很多資訊 他們可能會相信 所以她一聽 她說的時候 一聽就真的假 但是 你大陸人 有時候跟她說 這些事情 她們沒有想到 沒有 當局者迷 她說到是 天花亂黃鳳 她都會相信 你覺得 那個人真的對你真心 或者很關心你的話 她有難 要你幫忙 一千幾百 我都盡量去幫她 這樣做 其實 我媽朋友 其實之前已經 應該已經 入過幾千元 給她了 入過幾千元 第二次的時候 她自己沒有錢 所以才問我媽借 你媽媽有沒有借給你的朋友 我當時已經跟媽媽說 不可以借 一定是騙案 你勸她 告訴她 是欺騙人的 不要相信 但事實上 我媽媽就沒有再跟她說 這件事了 難道真的借了錢 你今晚還想問你媽媽 如果借了 問她 也浪費 你再問她 她也不會認 其實 基本上 被人欺騙已經很慘 你再問她 其實好像在傷口上面灑鹽一樣 那樣 其實基本上 就是 過去了又過去了 就是沒有 沒有儲沒有難 就是不是輸身家的話 那 都 那幾千元而已 是吧 但當然 提醒了她 就是這些其實是 很多片段 會針對一些 可能中年 老年的人 就是告訴她 可能 她哄一下 就是哄了這段時間 你覺得她是可靠 可信的話 其實就是 她就會開始問你拿錢 所以你就要小心 唉 就是 很多時候一火寂寞一心 有人肯陪你聊聊天 平時 沒有人跟你 就是 比你去重數心中情 一人和你聊聊天 就是 花完考語之下 就實落答 就是或者 那些 什麼 溝女 方程式之後呢 那就中招了 那麼 那我們下一節 繼續說 其他的新聞